民眾雖然接近尾程 那我們機場對於茶器賭博工作還是非常的重視 因此本大隊在接候民眾報案之後 立即就展開一些收證行為 那在確定該處為一個職業賭場之後 我們立即跟地檢署還有DM申請搜索票 那在昨天下午也順利的茶壺開賭場 經過我們進入到現場之後 發現那該處是一處無水無電 然後裡面的環境非常的骯髒 然後廁所也非常髒亂 那環境可能是非常的髒亂 那這些賭服為了賭服真的可以忍耐 真的也是不簡單 那這次的茶壺行動 我們總共帶付了主持人還有把鳳能源兩名 另外賭客有16名 那賭資大概有新台幣76萬元左右